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最近的新聞包括議班 包括去講話 包括國民黨政黨有說 台灣人要感謝兩蔣來到台灣的統帝 這個事情國民黨有說話 也有說話 說話不說說話是美化和誇大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一般統治者都會這樣 我們今天要來看 就是國民黨在中國 通在中國大概30多年的時間 30多年的時間 最後去給共產黨擱出來 後來跟台灣統帝五十年 再去民進黨打敗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比較就是說 國民黨面對失敗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你對付有反省嗎 有檢討嗎 我今天看很多資料料 我認為國民黨這個黨 過去是完全沒反省 甚至是欺騙八聲 醜化對方 就這樣而已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權再奪回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比較 這個國民黨在失敗政權的認輸過程 好 很趣 這裡面非常很多的資料 讓我們覺得原來 這就是國民黨 來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台南市的 議員王定宇 王議員 王議員 宏裕大哥 觀眾朋友 大家好 另外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郭龍兄 大家好 嗚咦 台灣 政治記者陳立鴻 你好 嗚咦 大家好 中原社科所助理研究員 徐明徐老師 徐老師 哈囉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政治記者 中聯合 聯合 你好 这个资深的媒体人 陈静兰 大家好 我先念一段 这个大概我们都还没有出声 民国39年5月16号 蒋介石撤退 周三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 他从周三群岛 从海南岛的国军撤退到台湾来 对中国大陆同胞书 他写了一封信 然后这个书在台湾广播电台讲的 请大家看 中华民国39年5月16号 在台湾广播电台的讲稿 要只是提示报国的主要任务 跟救民的根本大计 第一集中一切兵力 巩固台湾跟其卫星岛屿 再来反攻大陆 拯救同胞 再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 新中国 再来政府为了整个国家 跟全国人民的前途关系 不得不忍痛一时 撤退海南跟周三的国军 这里面文章里面提到说 中正父子之初 国家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 为了要恢复中华民国 拯救大陆水深火热的全体同胞 请大家现在先看 他要拯救水深火热的全体同胞 一定先讲对方是水深火热 可是对方真的水深火热吗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从海南岛跟周三群岛撤退 他说那是不得不忍痛一时 是为了整个国家 跟全国人民的前途关系 他不是说 我是去把他打到糟糕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 他说他要集中一切兵力 跟共匪作战 塑料就说对方是肥哦 共匪哦 他说他要将共匪各个消灭 接下来呢 他说半个月之前 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 今天定海的军队 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卫星岛屿集中 这就是我复职以后 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 有听到吗 你说我们打得招不住 结果他说那是我的计划 完全实现 再来 他说我报国的主要任务 也就是我救民的根本大计 他说究竟你什么时候 开始反攻大陆 来救你们同胞 现在他要反攻大陆 去救中国的同胞 我可以很确实的告诉你们 今后的三个月内 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 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 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 这样三个月以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 反攻大陆了 三个月就要反攻大陆了 会记得喔 他是跟中国大陆这样说喔 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 那我们也要在一年之内 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 至此一年之后最晚一年 也能够实施 实行反攻大陆 这样 然后呢 他又说 我也知道 你们同胞 就是中国大陆同胞 在共匪全面恐怖之下 普遍饥饿之中 度日如年 一年的时间 在你们看起来 似乎是很长远的 好 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说了 他打到这里走不路 结果他现在说 对方是吃不饭 有点死 水深火热当中 结果呢 对对手 不要讲敌人 讲对手 打败之后 他说对方是共匪 然后呢 又讲说三个月要反攻 如果没有上万一年 我要请教 这有实现 这不是对台湾人民 对中国大陆人民 只要是说台湾人听的 不是在欺骗台湾人吗 我是爱情的 我们在那边听到 招牢招得很有价位 招牢招得军容壮胜 招牢招得成功就在眼前 如果这样大家都在招牢 那兄弟们都不用招牢 警察都输了 走路的兄弟都赢了 对 其实在桃园 龙潭那附近 桃园大西关路圈那附近 有大臣义包的义民村 那时候他们就是撤退 抛牢 你去问那些人 你们是成功的转进 还是被逼得离乡背井 来面有军有名 对 善机脱走 就是战经本来有输赢了 我是觉得中国人和台湾人 有一个差别 就是实材和虚伪 共产党说讲肥 也说这边吃金椒肥 这个讲肥 就说共产党是共肥 那边人就吃土 吃泥巴 我这样看 一个电视剧叫寒流 那边在送泥巴 然后我们这边 最起码还有地瓜可以吃 这边好可怜 可怜的大陆同胞 这说用骗人的东西 到底要骗什么 骗对方也不是 是骗自己通知里面的民众 说我虽然对你不好 但是你还算过得不错 你看人家那边多可怜 那是骗自己的民众 给自己民众甘愿被厚杀 甘愿抑袭 甘愿过力 这些的手段 不只是 我说台湾逐温带兵 我的城族群其实也被这样欺骗 是 本土 这个在地 我们所有的台湾 他還要控制,他要控制補充 到現在他也是這樣 他到現在也是用法口號 在臺灣說我要捍衛中華民國 欠負化三民主義反共大陸而已 走去中國 這個是我們中華兒女的原鄉 我要講的是說 當對手打敗我們 就表示對手比我們強 對手一定有他的優點 我要講的是這些優點 其實我們應該要記起來 同時檢討自己的弱點 不用醜化對方 這樣子才能夠壯大自己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國民黨的心態有嗎?以前的國民黨是這樣 現在的國民黨對民進黨 是不是這樣大家疏口 我給大家看 他說我對同胞也有一個要求 就是你們大家 卻不可